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我继续来帮你说明 帮你讲解 这个Android的架构 背后的这个设计模式 那我们 在前面讲过呢 这个设计模式的来源 以及它的意义 也帮你解释了 框架 它的这个意义 跟它的角色 那这两个东西呢 都是一种抽象的事物 所以很容易呢 搞不清楚两者之间 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现在来做个区别 框架是一种特定领域的 共同的一个架构 也就是说 像Android的框架 它是手机领域的框架 OK 那它针对 特定的这种硬件的结构 那像这个还有Spring 这个Spring的 这个框架 那么它是针对 这个server 的部分 针对企业应用的 那它不是针对手机的 不是针对手机的 那像iPhone 它也是针对手机的 但是针对不同的 硬件结构 以及呢 不同的 操作的平台 这样子 所以这个应用框架呢 基本上是跟 应用的特定的领域 是有关的 所以 这个Android 是手机领域的 一种 特定的 框架 所以叫做 Domain Specific 的 Framework 它因为不同的 应用领域而变 所以在这个手机领域的 这个应用框架呢 你就不能 拿去 在云端上面 在做大数据的管理上面 那你就必须 用像 Hadoop 还有 Map Reduce 这样的一个 应用框架 OK 这样的一个框架 那么模式呢 它是针对特定的问题 而不是特定的Domain 比如说 Client跟Server Client跟Server之间 怎么互通 那这个是属于特定的问题 特定的问题 你在云 也有相对的Client跟Server 在手机端 也有相对的Client跟Server 比如说 你在家庭里头 也有这个相对的Client跟Server 所以它比较针对 特定的问题 好 那提供这个抽象的一个共通的解决的方案 解决的方案 OK 所以 这一个框架 比较偏向 做的是教堂 还是学校 还是这一个 仓库 等等的架构 那这个模式呢 比较偏向于 这个 结构面的 就是 门 窗 还有 这一个 天花板 是怎么做的 那这个 要建立一个门 那么 在学校 可用的 可以使用的 跟仓库的门 可能 它的这个解决方案是相同的 所以 无论是在做框架或者是其他的架构设计 只要遇到这个类似的 Promant的问题 就可以用这个共同的抽象的解决方案 来搭配当时的这个环境 就是 外在的环境 这个contact 等等的 比如说 你做门的时候 可能会考虑到 这个 有沙漠的 这个要素 所以呢 在门上面 可能加个 什么东西 可以让 这个 沙子不会飞进来 等等 要配合 环境的因素 那如果像 这个环境 像台湾常常下雨 那么你在门上面 可能加个什么东西的 可以让这个 鱼呢 可以 不会淋进来 等等的 这些都是配合 contact 所以针对特定的 Problem 然后 配合 contact 然后提供一个 具体的 solution 所以 Gun of 4的设计模式来说 手机领域的 Android 它里头就用了很多的设计模式 也就是 Gun of 4的设计模式 可以用在Android的手机里头 的框架里头 也可以用在 iPhone的框架里头 也可以用 用在Spring 这种 还有用在这个 云计算 就是Hadoop 跟Map Reduce 这个框架里头 这样子 所以框架是针对特定的 领域 那么 这一个 模式是针对特定的问题 那在不同的领域 会出现不同的问题 会出现 类似的 类似的问题 因此呢 这个 设计模式可以用在的层面 是比较广的 比较广的 但是 Android的框架 是可以拿来 卖钱的 可以拿来 支撑Application的 那 设计模式呢 它比较小 它单独呢 不能拿来 卖钱 或是拿来 做一个 跟App的结合 它是比较小的单位 的一种 共用性的 一种造型 OK 所以 无论是框架 或模式 都是基于两种 互补的抽象角度 好 那 一个就是针对问题 好 那一个是针对领域 好 那这个 啊 在 各种领域当中 会不断 不断的重复 出现类似的问题 因此呢 就可以 啊 这个 设计模式 它是 幻为比较小 但是比较通用 所以两者是互补的 啊 所以 它能够提供 这一个像Android 这样的一个 啊 软件的系统架构 就是 藉由这个 设计模式 加上框架的这种设计概念 来创造出 这个Android的框架 来支撑 啊 几十万个 应用 App的 成长 啊 的这个运作 那也支撑了 现在的 App Store 的整个商业模式 好 那我现在来介绍 啊 我这一本书里头 所列举的 13个设计模式 那这13个设计模式呢 都是来自于 这个四人帮的 这 啊 Design Pattern里头的 23个 我从23个当中 挑出13个 啊 透过这个Android的背景 来做个介绍 那我的用意不是在介绍 23个所有的设计模式 啊我的用意是在 解说 这个Android的框架 跟这个设计模式之间的 有关联性 有关联性 让你一方面 可以 更了解设计模式 一方面呢 可以更了解 这个应用框架 的意义 OK 好 那第1个就是 大家都 知道 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啊是属于 这一个设计模式里头的 最基础的一个部分 那个这部分呢 就是最典型的 就是实现了 变与不变 分离的概念 OK 就是不变的部分 啊 归于抽象类 当你发现 这个不变的部分 就可以到这个抽象的类 会变的部分 规则应用的 具象类 然后使用 啊 然后将抽象类呢 纳入这个框架里头 就是 共通的部分 放在框架里头 OK 接下来 就是这个抽象类呢 会 反向控制 这个IOC 有时候呢 又翻证成为 控制反转 控制反转 那我习惯于 把它称为叫做反向控制 反向控制 就是从抽象类 来反向调用 应用类 呼叫或者是调用 这一个我们称为叫做反向的控制 那 抽象的类通常会开发在先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 我们 在上面的 这一个 在上面的过程当中 我们曾经 拿两个类 两个迹象的类 来把共通的部分 抽出来 成为 这个 抽象的类 好 但是 我们的整体应用来讲 好 这这一个 一个Class 1 Class 2 当我们抽出来 变成一个SuperClass 的时候 一般来讲 这两个Class 我们可能就丢掉了 就开始 就以开发这个 SuperClass 为主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 应用在 未来的 这个 C3 这个 到CN 等等的 所以 这个是在先 没错 有几个迹象的类 它提供给我们参考 从这个迹象当中 我们找出这个 抽象的类 抽象的类把它变成一个框架 之后呢 再把它交给 这个AP开发者 这个AP开发者 就把它来加这个 CNC4 有没有 也就是说 我们从 App 1 App 2 当一个例子 来抽出来一个框架 再来把这个框架交给 其他 更多更多的 AP开发者 可以开发 A3 可以开发 A4 等等 这个搭配 那个这是在未来 这是现在 这是我们将要完成的东西 叫框架 所以呢 就 就以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 框架的抽象类 是开发在先 然后才搭配A3 这叫应用类 来搭配出一个 App 就是APP 搭配这个APP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抽象类掌握的是软件的执行的控制权 为什么 因为 它是call他 这叫反向 就是 框架call app 这叫做IOC 叫反向的调用 反向的调用 这我们在下一张 会有整张在谈论 介绍这个IOC OK 那么 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就是 实现这个IOC的一个 最典型的一个 pattern 一个pattern OK 好 那为什么要控制反转呢 好 因为 这个 正常来讲 我们的想法 一般都是 这个框架 这个framework呢 是 好像是别人设计的 那 我们来设计这个App 那因为框架设计在先 App来调用 这个框架 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开发在先的 开发在先的 被开发在后的来调用 是合理的 所以这我们称为叫做正向的 这是正向的 但是 但是 我们现在在这个IOC指的是框架 它来调用 这一个 Client 调用这个 A 所以这个叫做反向 反向的意思是这样 是从 这个框架 来调用 这一个 应用的App 这叫反向的 那这个叫IOC OK 那控制点 当然是教用的人 是控制点 所以就IOC来讲 控制点在这个框架上 所以才叫做 本来我们都认为App是控制 整个运作的流程 那么框架只是来支援App 其实 在整个框架的概念里头 它的控制点是在框架 而不在App 好 那么 接下来谈到的就是 这个Factor-Messer pattern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有一个 这一个Superclass的时候 那么 这是一个共同性的部分 那么 有一个具象的部分 这是子类 这是我们抽象出来的 那个抽象的 那我们现在假设说 这里有 同样是框架 抽象的部分 那我这一个框架先做勒 这个先做 那两个都是抽象的 这里是抽象的 这里是抽象的 好 好 那我这是client 假设这是client 那这是server好了 那我想要来new它 这一个client想要来new它 我才能够call它吗 但是有的问题呢 因为它是抽象的 所以不能new成对象 那该怎么办 对不对 那我也不能从这里来new它 这一条也不行啊 这一条也不行啊 因为 我这个client写在先 这是框架的部分 是共同的部分 我client写在先 他写在后 我还不知道他是 子类的 是什么都还没有写 我怎么办 call它 没办法 new它 没办法 new它也没办法 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 写一个他的子类 让app开发者写一个子类 然后这边 透过ioc 可以call下来 透过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从这里call下来 让它来new它 就OK啦 所以这个两个就不要了 他call它 他call它 他来new它 那这一个的做法 这一边的做法呢 就叫做fract measure 这个函数 这个temporary measure 就 在这个情境里头呢 特别取一个名字叫fract measure 为什么 因为他是要来new它 好像这是生产 日用品 生产日用品 那这个好像是工厂 来生产它 来new它 创建它 所以这整个这个是类似是工厂的角色 那么 这个是 类似这个 产品 所以才叫做fract measure的pattern OK 好 那observer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当 有个 这一个 这一个 server好了 有个 这一个 class 那么 我们有很多 这一个 比如说这是温度计 好 那我们有很多一般表 一般表 所以这连起来连起来连起来 它都有关系 好 那 这个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什么 这一个 当它有change的时候 它的状态 它的状态有改变的时候 它会自动来通知他们 啊 它会自动来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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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称为叫观察者 好 就观察者 所以 这么说明就上面的这个 Temperate measure的pattern 只要是依赖继承 来实现这个 控制反转 好 那 在这一个 白箱里头是这样做 没错 在黑箱里头的时候 你就改成了 这个observer的 机制 那observer呢 其实来讲 它就是 当这一个server 啊 这是一个观察者 O1 O2 O3 O4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当这一个server 或是这个温度计的 状态有改变 温度有改变的时候 它会通知它 通知它 通知它 所以它每个都叫观察者 都叫观察者 OK 好 那这观察者呢 如果 啊 把这个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引进来的话 原来的 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是 用继承的 那现在 把它变成 这一个jecode 就变成观察者了 好 这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它会扣它 IOC嘛 现在只是 透过扣jecode 再扣下来 OK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observer的一个形式 一个形式 但是observer 它的意义呢 比较偏向这一边 就从结构的角度来讲 它是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的 一种变形 而已 但是从意义上来讲 它要强调的是说 当它这边有改变的时候 它会主动的 通知所有的观察者 那 这一个来讲也是一样 当我们把 很多个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合在一起 也是一样 它都会来通知它 所以observer的模式呢 在这个 结构面 它是 可以讲是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的 变形 但是在意义上 它是偏向于 这个server有状态改变的时候 它会通知所有的 这个来登记 成为观察者的对象 OK 然后再来 戳向的factor的模式呢 这就是 基于这个刚刚的 这一个 部分 这个factor measure pattern 刚刚在这里 它是 自己想去创建 这一个对方的时候 那 透过自己的子类来 new对方 好 那它本身是client 好 本身是client 那么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东西 扩大成成一个体系 那它client就变在这里了 好 那它client可以 透过 这个factor的体系 来new这边 所以client就不用去 环绕 这边的 类的new的一个 对的一个工作 我的意思就是说 原来这个client 是透过自己的子类 去new这个 对象的 现在是这个client 透过一个 factor 就是把这一个 变成是一个 独立的体系 继承体系 所以client呢 只要透过它 就可以 把这边new起来了 所以这个还是在 变成这边的client 透过这个机制 来new这边 那它就不用去 环绕 这个new的事情 也不用创建自己的子类 所以这样的一个 变化 我们称为叫做 抽象的factor的模式 factor的模式 OK 那这里是在谈白箱跟黑箱 我们这个在后面 我们再来 仔细探讨 它的意义 那这里你只要先了解 它跟这个factor measure的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factor measure pattern 它是client 透过自己的子类 请new 那这边来实施 透过一个factor的一个 继承体系 来做new的一个动作 我们这个在后面 实际探讨的时候 会有很详细 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章节 来做探讨 现在你只要 做一个区别就可以了 那adapt呢 那大家都知道 这叫做转接器嘛 就是改变接口 改变接口 最典型的一个 日常生活就是 那个 你一个插咒 有这个两个孔 三个孔的插咒 对不对 然后呢 经过一个adaptor 这有三颗的 这转出来是两个孔的插咒 有没有 那这个 这个从 三个孔转到两个孔 这个叫做adaptor 所以adaptor最重要就是 改变接口 改变接口 compositor的意思就是 它是 用来表达啦 像这个 梦表啦 如果你做过那个物料管理 就知道有 view of material 就是梦表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 其实就是一种 树状的结构 那这树状的结构呢 它构成一个 一个 组合的 一个结构 例如说Android的UI 也是都是这样做法啦 比如说这是一个 车灯 那车灯里头要分成 这一个灯要分成灯芯 灯帽 那灯芯要分成这一个 这个 这个巫师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接头 等等的 它是一种 树状结构的体系 那么 在Android里头呢 在UI上面 也有view view的体系 那view里头呢 又分为 像这个 Edit view Edit view呢 又分为 好几种的view 所以它是变成一个 树状结构 那树状结构 而且它还可以包含自己 这叫做组合的结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表达 这种 一个 树状结构 好 这个部分 我们到后面 也会很详细的说明 那这里是让你 稍微 了解一下 它的这一个 所代表的 这个意义跟角色 那Strategy呢 就是我们 在框架里头呢 因为应用的场合不一样 有不同的策略 所以我们把这一个 策略呢 写在这一个 类里头 好 那也就是说 一种组合的策略 比如说 你的 一个class 跟这个class 要组合 好 那 有些情况下 在某个场合 我们需要 A跟 B做一个组合 那么有些场合呢 需要 A B 跟C 做个组合 那这个组合的策略呢 我们会 以不同的 这一个 子类 来表现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Strategy 的负类 那我们会有一个子类 来 实现这种的组合 会有另外一个子类 来实现这种组合 好 那直接事先 把这种组合呢 写在这个子类里头 那么就可以 可以在 在不同的情境 可以直接 拥有这个子类的对象 来 啊 实现这种不同的 组合的策略 好 那状态呢 是像这个 把这个 把不同的状态 写成不同的子类 然后 让这一个 在不同的 状态的时候 可以 使用不同的 子类的对象来 处理这个事情 比如说 你飞机 有在 滑行的阶段 有起飞的阶段 有平稳 飞行的阶段 那 不同的阶段 可能有不同的 这个 处理的 方法 逻辑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 在这个阶段 啊 的这个逻辑 写在一个子类 这个 写在另外一个子类 写在另外一个子类 所以把状态 啊 变成一种类 然后来 事先 把它写好 写好 然后见出一个 抽象的体系 然后让 这个整个 飞机系统 能够在不同的 这个 状态 飞行的状态下 来 new 来使用不同的 这个状态的对象 来 运作不同的逻辑 以及 做不一样的 处理 好 再来 Praxy呢 Praxy 跟这个 Adapt 是有 一点点 相近 但是 他有一个 有很大的差别 Adapt的用意 虽然他们两个有时候会合在一起 Adapt的用意是在改变接口 改变接口 那这个Praxy的用意呢 是这样子的 当这个A 来用 扣这个B的时候 扣B 扣B 比如说 这个C好了 C想来扣B 但是这个B呢 可能蛮复杂的 蛮复杂的 所以就C来讲呢 他会觉得这个蛮复杂的 所以呢 写这个B的开发者呢 就写一个A A 然后 来把这个复杂的部分 把它做掉 然后提供一个 简单的接口 给他用 这个叫做Adapt 就叫Praxy 就叫Praxy 就是 把复杂的部分 用A来把它包装起来 提供一个简单的接口 所以他 提供一个简单的方式 来给他用 给他用 但是接口可能是一样 譬如说 这边叫方形1 对不对 那这边也叫方形1 也可能是 同样的都叫方形1 但是 他要直接扣这个方形1的时候 那么 可能他的 动作 会比较复杂 可能第1个 要先 扣好几次 譬如说你要扣F1之前 先做一个 Init Init 动作 才能够扣F1 扣完了之后 还要做Finish的动作 对不对 好 那么 这个时候呢 他会觉得很烦 又要Init 又要F1 又要Finish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 干脆 New一个A 很简单的 在NewA的时候 A自动的做Init 扣完F1 把它Kill掉的时候 Govie Collector 回去的时候 自动做Finish 因此呢 这边的复杂的过程 他就看不到了 这一种的叫做Proxy 就包装这个复杂的一个实现的动作 但是 这个跟Adapt 只要是改变接口 但是在这里接口常常不变 OK 可能不变 也可能会变 会变的时候就变成这两个的组合 在一起 在一起的 好 那这个Bridge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 比如说 我有个Player 当我们要有播放MP3 跟MP4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这样分法 有Player跟MP3、MP4 所以就用 MP3去 去扣这个MP3的Player 这边 去扣MP4的Player 好像这样的想法 但是 事实上来讲 这个Player可能同一个 这个Player可能是同一个 他可能都 这边也是一样 扣到同一个Player 但是这个Player本身又分成不同品牌的Player 不同品牌的Player 所以这边只要是分成不同品牌 这边就分成不同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他就透过这边来衔接 就是这一边 是不同品牌 那透过他来衔接 所以MP3 他透过这个Player 来配合这个品牌 那MP3也可以配合这个品牌 MP4可以配合这个品牌 也可以配合这个品牌 因为 这两种品牌都可以播放这两种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就变成一个Bridge 那这样的好处在哪里 让MP3 他可以有两种以上的 一种品牌来实现 MP4 也可以很多种品牌来实现 不会极限 你说MP3 就是一个特定的品牌 所以他 创造出这两个体系 之间极大的自由度 极大的自由度 极大的自由度 那这个就是 这边的体系跟这边的体系 透过两个抽象的类 来做一个 两个桥墩 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才叫做Bridge的模式 好 好 好 那这个 在图里头或者是表格上面浏览到地级笔 OK 现在这个 Iterator 是 透过这一个 某个记录器 来记录现在浏览到哪里的 所以 这个是一个类 这边就是一个类 所以这两个的组合 叫做 Iterator的模式 OK 那这在Android里头呢 因为 用了SQLite的Database 等等的 那么他也有 这一个 Cursor 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 Mediator呢 其实来讲 他就是一个motherboard 这个主板的一个 模式 比如说 这个A B C 三个 这一个模块 三个类 那三个类之间 他要互相的 沟通 所以接口会很多 接口会很多 所以干脆嘛 就中间弄一个叫media Mediator 然后让B 衔接到他 A 衔接到他 然后 这个 C 衔接到他 OK 虽然这样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三个接口 事实上 你就再加上一个D 你就知道了 这个接口可多了 有没有 但是当增加到D的时候呢 你这边只要增加一个接口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是四个接口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当你再加一个1的时候那就更麻烦了 这个接口就一大堆了 有没有 当再加一个1的时候 接口增加一个 这就是Mediator 的一个用途 也就是现在 你的电脑上面 都有主板 的一个因素 他就把很多周边的设备 都把它 接口都集中在他本身 那可以大幅度的简化 接口的数量 OK 好 那么fasade 也是一样 fasade呢 也是说 这个 这个门面嘛 它是来自 这个四合院的 譬如说你这边有三栋房子 三间房子 那 现在有两个 两个client 这边有 Server1好了 Server2 Server3 这边有 C1 C2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这边是1对3 这边也对很多 所以他的接口呢 就变得很复杂 变得很复杂 所以呢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非常简单的做法呢 就是 把这边 加上一个fasade 加上一个fasade 然后呢 这个就被包装起来了 他只要对他就好 对他就好 所以变成两个j口 两个j口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fasade也是在 这一个 减少这个j口的 数量 可以降低 这个复杂度 好 好 那我们这一章 将军 将军就是将 原来 8落客之窗 是长得是这样的样子 咯 那么你就不再是外行人看热闹咯 而是 一个准内行人来看文道咯 所以 Android窗架 就是一座 就是一座伟大的教堂 那么 高老师 这有这个本书呢 这本书的内容 就是来帮你讲解 Android的设计招式咯 因此你就不再是外行人看热闹 而是呢 跟着内行人 也将即将成为内行人 来看文道咯 因此呢 当你 听完高老师的课之后 你就能够从设计招式 进一步的认识到Android的 这个高雅气质的来源 又能够从Android的整体观当中 给你领悟设计招式的一个 画龙点睛 等妙道好处 的一种 这个 这一个高超的境界 让你能够 充分的领悟呢 这个 设计招式 它的运用之妙 尽在其中 所以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惊讶的感触 你就会认为 高老师的课程 还有这本书呢 慈己 只愿天上有 人间难得 几回文 OK 那就 先谢谢你咯 我们 这个 下一节再会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